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波恩君 讓你講迫入理財的契機 我是琳達 觀眾朋友們 同一時間不同指標 同一指標不同時間 這兩句話不是琳達在繞口令 而是坊間有很多人在說 為什麼很多專家用起技術指標看起來很順利 但是自己用起來卻卡卡的呢 於是琳達就跑去問我們的玄虎大師 玄虎大師照樣回答我了 同一時間不同指標 同一指標不同時間 那麼琳達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這兩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不過沒關係 今天呢 我們一樣請到我們的玄虎大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跟大家聊聊 為什麼搞懂這兩句話 就像打通了這個技術指標的任督二賣 而且成為股市贏家呢 好的 首先歡迎我們的玄虎大師鄧尚惟大師 大師好 琳達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師啊 通常呢 我們在觀察一檔個股的漲點的時候 我們會看這個技術指標 像是管理率啊 MACD KD 之類的 那為什麼跟這兩句話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好的 我想這兩句話很有意義喔 同一個時間不同指標就是要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在你看一張K線圖 大盤的K線圖也好 個股的K線圖也好 請你要看兩個指標以上 兩個指標以上 千萬不要只看一個指標 是 否則你會判斷錯誤 錯失那個標股的機會 那同一個指標不同時間是要講什麼 你同樣看一個指標 然後就只看單一個指標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必須從長看到短 比如說月線 周線 日線 你全部要看過一遍 看過一遍 然後呢 以長的周期 成為一個大的方向 就像我們之前前幾集有提到 股價跟趨勢 最大的關係就好像主人跟狗 一樣的道理 因為跑來跑去 短線跑來跑去 最終還是要跟這個長期趨勢的方向是同樣的 跟主人同一個方向 這個就在提到同一個指標不同時間 所以這兩個叫做打通指標的任督二脈 當你懂了這兩個把它融會貫通 你會發覺到很多標股就在你手上 但是如果你搞不懂 你就是錯失很多標股 錯失很多良知 對對對 是 好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打通任督二脈呢 我們請大師帶我們來了解 好大師我們看到同一時間不同指標 這個首先我們看到這張字卡 大師你看這個KD20 大師你看通常我們看到KD 我們就會說KD小於20買進 KD大於80賣出 但是您在這個投資本級 第32到34集的時候 有特別強調那一集就是 尋找這個股價被低估的股票 您講了就是說KD2080的原則 如果出現了這個高檔跟低檔頓化的話 這個原則就不採用了 否則你會賣到標股 或者是買到這個跌跌不修的股票 好那今天這邊有KD跟MACD 那大師這張字卡我們要怎麼看呢 好 那麼在同一個時間不同指標 就是要告訴各位兩個 第一個我們先從KD20以下可以買 是 很多人說告訴你可以買 但是你問我說不能買 因為你只看一個指標是不能買的 那必須要糾正各位的觀念說 如果你看到的KD指標是在20附近 它並沒有在20以下鈍化 那個地方當然就可以買 反過來如果KD指標是在80附近 它並沒有突破80以上鈍化 那當然要站在賣方 這就是一般我們市場上知道的 80附近過熱了要站在買方 20附近差不多超跌了可以站在買方 這個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今天要教各位是說 當出現80以上鈍化 或20以下鈍化的時候 請你多看一個指標 因為真正的輸贏關鍵就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如果在KD在80以上鈍化 但是如果你看到MACD 當你看到MACD 它才剛交叉往上 那告訴你多頭才剛開始 多頭才剛開始 所以這個時候 你不能因為說 KD在80以上把它賣掉 你就賣掉標股 就會被你賣掉了 好可惜喔 反過來 如果KD在20以下鈍化 是 你不能認為說我可以買 要看一下MACD 如果MACD它柱狀體是往下的 趨勢是往下的 是 不能買 不能買 甚至還可以短空 否則它會往下再崩跌一段 哇好可怕 這往往就是我們一般在談的 很多股票為什麼會斷融資 在那個地方有很多人想去摸底 對 結果不行啊 掉下來刀子不能亂接的 它隨時會要人命的 真的 對 所以這張字卡就是要教各位 當出現KD80以上鈍化 或KD20以下鈍化的時候 你再多看一個指標 再多看一個指標 你會發覺到 哇原來技術指標 它是非常有趣的 有趣的 當你搞懂這個時候 就像我們在講的 練舞的人士啊 武林高手 有沒有 一定要先打通任督二賣 對不對 功力大增 是 一樣 觀眾朋友 你在學技術分析也是啊 哇 當你把這個任督二賣打通之後 你就發覺 原來 標股都是這樣產生的 哇 你就跟一般投資人不一樣 以前真的都沒有聽過 是的 是 那這個打通任督二賣之後 就可以飛簷走壁的這樣 哈哈 是的 是的 好 那這個大師啊 我們既然知道了 同一時間不同指標的定義之後 那可以請舉幾個例子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好的 好 我們看到2330的台積電 最近台積電很夯哦 是的 我想台積電為什麼很夯 因為他是台股的權王嘛 是 權值最大的股票 是 那也是外資持股比意最高的 嗯 現在有高達78.4% 快8成了 那我們都知道台積電 它是跟著大盤在走 是 所以台積電漲一點 大概大盤漲8.6點 換算 但是各位去想 2019年已經過去了對不對 現在是2020年 2019年的台積電 它整整呢 漲了50%左右 50% 但是大盤呢 加權指數從9359拉上來 到封關日11997點 大盤是漲了23.3% 也就是說 你光買台積電的人 比戰勝大盤 戰勝大盤 超過一倍 對 大盤漲23.3% 結果台積電漲50% 對 但是如果呢 你買到了 像利基 像加登 那更不得了 因為一個漲1.96倍 一個漲3倍 哇賽 但是呢 如果你用正常的指標 你懂的指標去看它 不要說利基跟加登 我們先看台積電就好了 琳達來問問你 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來 你看到這個地方 KD多少 80級的對不對 對啊 我告訴你 10個又9個不會買 更何況是台積電 真的 我請問各位 台積電耶 股本這麼大 它怎麼會標 對 我告訴你 10個9個不敢買台積電 我也不敢買 而且KD還80級 而且它一定長很慢的 要賣了嘛 結果跌破很多人眼鏡 它既然漲幅是 比大盤還兇悍 真的嗎 台積電在2019年 既然變成是標股耶 哇 台積電變標股啊 你看看 它就這樣標給你看 是 很可怕吧 為什麼 當你看這個指標的時候 你就發覺哇 80級怎麼會買 這就是為什麼 我要告訴各位說 同一個時間不同指標 往下看 哎呀 你看到這指標叫MACD 是 是不是啊 兩條線是交叉往上 然後DIF柱狀底是紅色的 紅色的 是在零軸之上 是 代表什麼 我的趨勢是多頭 多頭序號 所以它告訴你要買 對 這就是為什麼說同一個時間不同指標有兩種意義哦 它的意義是說你看KD說不能買不能買 對 甚至於你會想賣 對會想賣 可是MACD告訴你趕快買 趕快 多頭才剛開始 你要趕快買 是 結果你要相信誰 要相信MACD 我說過了 趨勢是要以長的為主 是 所以當你看到台積電的時候 你就發覺哇 原來它在KD80以上 你知道鈍化多久嗎 哦 你看這個地方鈍化多久 是 這個地方有沒有 鈍化到將近一整年耶 一整年啊 因為這是月線圖啊 各位 你知道KD在80以上啊 是 已經鈍化了一整年耶 是 鈍化了一整年耶 哇 難怪會成為標股 所以如果從去年到今年 它整整漲了一倍 一倍 那如果以2019年 它漲了50% 50% 可是大盤 2019年就漲23% 所以你說 你是一個不懂 不懂的技術分析的 你只要買台積電 你就戰勝大盤 可是 偏偏 很少人買台積電 對啊 台積電都是外資的最愛 原來如此 因為這個指標的盲點 就出現在這裡了 是 那外資就賺翻了嗎 外資賺翻了 它永遠是贏家 是的是的 好 我們看到台積電那麼厲害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 利基4968 那麼大師這一檔怎麼看 好 那提到利基就說 剛才提台積電 現在提利基就告訴各位說 股本大跟股本小 你都一樣可以運用在同一個時間 不同指標 那股本小呢 就是股性會比較活潑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為什麼 大盤在2019年漲23% 可是有的股票可以漲1.96倍 有的股票可以漲3倍 當然股本不能太大 你如果要台積電漲 漲一倍 一倍 兩倍 三倍 它要花兩三年的時間 可是這個呢 一年它就可以漲1.96倍 哇真的很厲害 甚至還有漲3倍的 3倍 所以我們來看 一樣 琳達 現學炫賣 你看到KD在87了 你怎麼會買 我要買 因為你學了 這檔票沒有上了 你會買 可是10個投資票 不會買 對 不會賣 可是賣掉了就會垂胸頓足 為什麼 真的 你好不容易逮到一檔標股 可是因為你不懂 對 因為我不懂 因為你看看到KD指標在80噸化 你就想說可以了啦 對 可以賣 搞不好營業員告訴你 有賺金照啦 是 落袋為安啦 錢放得落地 那是真的啦 可是當你賣掉之後 你就會發覺你買不回來 是 好 我們把櫥打開一看 你看多可怕 哇 1.96倍喔 對 你有沒有發覺到一件事情 哇 它MACD往上 而且是將近45度 然後呢柱狀體一直加溫 一直加溫 一直加溫 有沒有 真的 所以它就告訴你說 我才剛要開始 嗯 可是如果你看KD 你會發覺 它一樣啊 鈍化好久 這是週限圖 你看它鈍化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整整四個月有沒有 都在80以上啊 是 你知道這四個月 就是人生是彩色的 買進的人是人生彩色的 是 如果把它賣掉的人會嗚死 真的人生黑白了 真的嗚死了 因為 這個機會不會重來啊 對啊 對不對 你難得可以長1.96倍 結果你賺個十幾趴 對 本來很高興 十幾趴 對 結果發覺四個月後 它長1.96倍 那不得了 真的會嗚死 那心情會痛死 真的 好 那反過來你看 這個地方才出現賣出訊號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KD在交叉要跌貨80喔 是 我們剛才提到說 它的買賣訊號是這樣判斷的 如果KD在80以上鈍化 你不能賣 是 再看下一個指標 還要看下一個指標 還是多頭 是 告訴你還要走 反過來 如果它KD是跌破80了 是 然後我們再看MACD有沒有看到 有 MACD也交叉了 也翻黑了 是 這個才叫做賣訊 賣出訊號 對 才叫做賣出訊號 這是利基 讓各位做賣出訊號 你站在買方 對可以去買了 錯了錯了錯了 因為你看喔 這個時候在139 對 如果你站在買方 是 它跌到93耶 哇 很可怕 而且很快速啊 很快速 才花兩個禮拜多 兩個禮拜就跌成這樣 那你會每天睡不著耶 你會煩惱到沒吃不睡耶 兩三個禮拜就跌光光了 你會嚇死人了吧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各位 同一個時間不同指標 你看有多大的差異性 真的 如果看KD 你又想說啊 跌夠了 跌很深了 可以去摸底 對 跌下來刀子 千萬不能亂接 可是當你有上了這堂課 你知道喔 還要再看一下 下一個指標 它告訴我 正在跌 正在跌 而且好不好 就在沙龍之那種階段 是 就是末跌段 有沒有 這個末跌段很可怕 一跌又跌了46塊 46塊啊 兩個禮拜 很快啊 所以這個就是要提醒各位 打通各位的認度二賣 你不會買得太早 不會錯失標股 你也不會說 賣得太快 對 賣得太快 然後一去不復反 真的 對 要多看一個指標 是的 好 那但是我們再看到 最後一打2327的國具 但是我們知道 前一陣子 國具真的是讓人又暗又恨 它是大漲 然後又大跌 那麼隨著最近 外資跟投信 持續買入股票又開始漲了 那請問這張圖有點複雜耶 我們要怎麼看啊 好的 我想國具這張周線圖 從這兩三年來啊 是投資人啊 大起大落 又愛又恨 真的 那我們常常再提 我想前幾期 我也提到國具 國具 你看它可以從 100塊附近 正式起漲 一標標到1300 1300 可是這一段過程當中 投資朋友去看 根本沒有人會 從100多塊標到1300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啊 你看到這個指標 當我們看到這個指標 KD交叉 往上 你會買 正常 對 可是到了80以上呢 你會不會賣 會賣 會賣 你不賣 銀魚人都叫你賣 銀魚人都叫我賣 銀魚人都叫你賣 銀魚人要業績啊 叫你賣啊 趕快逃 不錯啦 100到200賺一倍啊 對啊 人生難得可以賺一倍啊 結果你賣掉 之後你發覺是從100 漲到1300 真的會哭死耶 哭死啊 真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只看這個指標 你一定會被騙的 這個指標看到沒 80噸化也很久耶 對啊 是吧 對 但是 同一個時間不同指標之後 請你往下再看下一個指標 哇 這一段時間 MACD 通通是在零軸之上 真的 都是交叉 所以他告訴 不能賣 不能賣 是 你就是不能亂賣 不能亂賣 那你賣掉了 你就會買不回來 對啊 甚至第二次又給你機會 這一次機會 最大了 為什麼 你看 哇 KD交叉往上 對 MACD也是 而且你發覺 他這個斜率 有沒有 有點抖耶 角度 那個就是加速噴出啊 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的 最大的關鍵 你知道嗎 這一段呢 大概是從400塊 開始飆到1300 是最快的 超級飆 所以有很多人說 喔 國具我買過啊 對不對 你買在100塊 賣200塊 也有人說 我買200塊 我賣300塊 是 對不對 對 結果也有人買300塊 賣400塊 對 400塊以後 買的人就少了 對啊 是看他噴上去 到了1000塊 才跳下去買 還有人倒楣 買在1300 所以為什麼說 這一波 國具從1300 跌到203 很多投信的基金 已經操盤被換掉了 為什麼 大幅虧損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各位看 到了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覺到 我 KD 我剛才提到 KD已經跌破80 跌破80了 對不對 然後MACD也來了 翻黑了 柱狀體 DIF也油紅翻黑了 是 可是這個地方很多人沒有逃 他還是覺得繼續買 對 因為那個時候利多會一直放 1300的時候利多告訴你會到1500 還有人喊1800 大家都私心瘋了 都瘋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把兩個指標都看過之後 你就會很冷靜很客觀的提醒自己 這個地方是要退場的 應該要出去了 當他跌下來之後 你看看 人性的弱點又來了 人性的弱點 不敢彎 為什麼不敢彎 從1300跌到1000了 難道不能接嗎 對啊 或者說 又從1000跌到800 他也會想說 我可以來搶一下短線 我搶個短線就好 結果短線沒搶到 然後他繼續跌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這個地方 他完全還沒有改變 有沒有看到 他一直還在 還是黑的黑的黑的 黑色的柱狀 直到這個地方 變紅了 變紅了 是不是可以買了 這個地方 KD也交叉 往上拉 可是你會發覺 股價並沒有大漲 還在盤底 還在盤底 這就是為什麼 2019年 就很多人 不敢買國具 為什麼 因為前面受傷太重 對啊 搞不好還套老了 對 甚至於就被換掉了很多 所以不敢碰 可是這一波 前幾期尚尾就提到什麼 國具 外資跟董監的持股 還記得吧 還記得 60幾% 對 對不對 環球金是80幾% 可是你沒有發覺到 我們提到了國具跟環球金 這一波 是不是一路的 你越不敢買它越漲 對 好 現在你看到國具 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哇老師 他KD在80這麼化 是 對不對 是 但是 Linda 你會說你敢買了 為什麼 因為MACD已經翻紅了 翻紅了 是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2019年的時候 你會發覺國具已經從203漲到400塊了 對 那現在已經2020年了 是 聽說今天已經漲到470了 470了 哇 所以這個就是指標 可以給各位做個輔助 同一個時間不同指標 告訴各位 這是贏家不能說的秘密 真的耶 哇 今天非常感謝師傅的分享 好久有分享這一段 要不然你看 真的會促失很多良機 真的 好 那觀眾朋友們 今天大師 是跟我們講說 同一時間不同指標 告訴我們利用這些技術指標 找出這個準確股價的買賣點 那麼下一集 我們會談到這個同一指標 不同時間 所以觀眾朋友們 請繼續鎖定我們的投資本金 那如果 你在這個操作上面 或是對於我們整集內容有任何問題的話 記得掃一下大師的QR Code 加入LINE AT 大師的QR Code 想要數ED12888 那另外 喜歡我們節目內容的朋友 也歡迎在臉書上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那也別忘了 在YouTube頻道上 開啟小鈴鐺 並且搜尋我們Gmoney頻道 就不會漏看我們的影片囉 好 再次謝謝大師 謝謝Linda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掰掰